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财长称国内通胀正在缓和 总理为澳大利亚回应中国种族主义职责 台湾武装部队进行实弹演习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宣布 在下周公布季度消费价格数据之前 他毫不怀疑国内通胀正在缓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 澳大利亚在全球抗击通胀的斗争当中处于落后地位 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都已降低利率 联邦大选迫在眉睫 高昂的生活成本伤害着选民 工党政府面临着证明其经济战略奏效的压力 财政部长加拉格尔表示 政府战胜通胀的策略 包括偿还债务和实现盈余 已经开始奏效 在澳大利亚对联合国关于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行为的评估 做出回应后 中国指责澳大利亚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称 西方国家是伪君子 指责他们无视袈裟地带的持续危机 同时林剑还指责澳大利亚在难民原住民等问题上 长期受到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的困扰 并指控澳大利亚驻阿富汗国防军成员犯有战争罪 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为澳大利亚决定与其他14个国家一起 就联合国的调查结果发表声明进行了辩护 他说在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上 澳大利亚的立场始终如一 我们将始终站在澳大利亚利益的地场上 在中国问题上我们说过 我们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合作 在必要时保持不同意见 并将根据国家利益展开交流 在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 台湾武装部队进行了实弹演习 这次演习在外岛澎湖进行 模拟了中国海警船和民兵渔船侵入台湾水域的情景 这次演习是针对中国持续的灰色地带战术 旨在干扰当地渔民并限制进入关键海域 以及北京在福建省沿海进行的实弹演习 陈俊彦中校说 这次演习强调了台湾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领海 假想敌是敌军利用夜间视线不良的状况 对我军实施突击登陆 此次操演的目的 在练习官兵手冷夜间的战场 以及强化夜间作战能力 一名男子在维多利亚州东南部与警方发生枪战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警方看护 警方称这名男子在吉普斯兰地区北邓巴尔克镇的一个地址 向前来送达逮捕令的警察开枪后 警方进行了还击 警方称这名56岁的男子随后被发现受伤 并被送往医院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武装犯罪小组的侦探们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一位顶级宪法专家称 独立参议员索普的就职宣誓没有违反宪法 这位原住民独立参议员此前承认 他在宣誓就职时有意回避了对女王继承人的提及 因为他在国王的议会欢迎仪式上的抗议引发了批评 反对党领袖达顿要求索普辞职 联盟党也要求对他的参议员资格进行审查 悉尼大学宪法专家特沃米教授表示 发音错误并不违反宪法 错误的发音并不意味着这个词有不同的意思 因此可以说他已经宣誓就职 因此被视为参议员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次性交易 你宣誓就职如果在任期内的某个时候放弃了誓言 这似乎并不会触发第42条 一项调查被报告 澳大利亚转用核电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 而处理放射性废料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堪培拉举行的核能发电调查会上 政府机构和部门已经开始分析和评估 澳大利亚的核电提案 此次调查是在反对党领袖达顿宣布 如果其政党在下届大选中获胜 将在全国建立七座核电站的计划 五个月后进行的 工党部长兼委员会主席雷帕利·乔表示 调查已经清楚地表明 该计划并不可行 我们听到最多的是 很不幸达顿和他的团队 说他们可以在2035年至2037年完成这些工作 但从我们这些专家那里听到的情况来看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间框架根本不可能实现 根据禁止展示纳粹标志的新法律 三名男子被判有罪 他们试图辩称在悉尼犹太博物馆外行 希特勒万岁敬礼只是一个玩笑 尽管三人的律师辩称 他们的禁礼行为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 他们认为法律只适用于纳粹党徽和铁石字等标志 但三人还是被定罪并分别处以500到1000元澳元的罚款 在另一起案件中 一名备受瞩目的参观老板承认本月早些时候 在悉尼的一次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上 展示了印有纳粹标志的标牌 并面临巨额罚款 参观老板亚兹贝克此前发表声明 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 并承认该标志极大的冒犯了犹太社区 随着澳大利亚人转向更加环保的交通方式 年轻买家获得的电动汽车新贷款激增 联邦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18至24岁客户购买新电动汽车的贷款增加了4倍 而二手车市场的贷款平均增长了52% 数据还表明电动汽车的普及推动了价格下跌 联邦银行的拉森表示 价格下降的原因是 更多制造商进入澳大利亚的低排放汽车市场 这种额外的供应确实压低了价格点 联邦银行的数据显示 在24彩年下半年 与去年同期相比 电动汽车的平均价格下降了7% 至略高于63000澳元 欢迎您继续收听SBS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 来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 一份新出炉的报告揭示了在维州 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居民而言 想要获得堕胎服务依旧困难重重 维州女性健康组织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 有些人为了寻求医疗服务 不得不长途跋涉数百公里 甚至花费数千澳元 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哈斯勒指出 由于堕胎服务的种种障碍 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怀孕九周后才寻求手术服务 因为此时已无法选择医疗终止妊娠 而手术服务又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 他进一步表示 处于劣势社区的居民 在怀孕九周后寻求堕胎的概率 比其他人高出两倍 当前生活成本危机下 财务困境成为了一大挑战 报告显示 向我们求助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一 无力承担堕胎费用 在私立医疗体系当中 没有医保的情况下 费用高达740至1200澳元 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处于 维州偏远和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 他们可能不得不长途跋涉数百公里 才能获得堕胎服务 新州的烟草零售商如果不遵守最新的改革措施 将面临最高罚款金额的两倍处罚 新州卫生厅长帕克向议会提交的这项立法 旨在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地下香烟的行为 销售商还需获取特殊的烟草销售许可证 并缴纳年费 这些都将由相关部门严格执行 这一举措旨在遏制日益泛滥的地下烟草行业 使新州与已实施类似改革的维州等州保持同步 帕克表示 这项立法不仅是对零售商的警告 也是对广大消费者的警示 我们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对这个市场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并像对待电子烟一样 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销售非法烟草是违法的 有害的 如果你继续从事此类活动 你将不仅面临执法行动 更重要的是 还将面临巨额罚款 太平洋地区领导人 在萨摩亚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 批评澳大利亚未能救气候变化 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图瓦卢总理泰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澳大利亚被认为 在英联邦内因开采化石燃料 而造成排放量过高 澳大利亚与图瓦卢签署了 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 在这个太平洋国家 面临海平面上升带来的 日益严重的危机时 每年允许280名公民 到澳大利亚重新定居 泰奥说 澳大利亚需要履行其承诺 我对这一承诺的看法是 澳大利亚不仅做出 或已经做出了法律承诺 而且在道义上也有高度的义务 确保无论采取什么行动 都不会损害其在气候 对图瓦卢的影响方面 所做的承诺 新州议会批准了一项期待已久的禁令 禁止房东无故驱逐租客 住房部长杰克逊称 这些变化直接而合理 是一项将重新平衡 全国最昂贵的租房市场的措施 但倡导者认为 政府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新州租户联盟首席执行官罗斯说 驱逐威胁让租户在要求维修 或协商涨租时犹豫不决 挪威北部海岸发生的火车脱轨事故 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时 北极圈快车正从特隆赫姆 开往北极圈上方偏远的北部小镇博多 伤员已被送往医院 但目前伤势情况尚不明确 法国将向黎巴嫩提供价值1亿欧元 约合1.62亿澳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黎巴嫩官员表示 他们每月将需要约3.75亿澳元 来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物资 目前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这笔资金将用于黎巴嫩南部的 受持续冲突影响地区的食品 住房 医疗支持和儿童教育 他还再次呼吁黎巴嫩停火 他说战争必须尽快结束 黎巴嫩必须停火 更多的破坏 更多的受害者 更多的打击 既不能结束恐怖主义 也不能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我深感遗憾的是 伊朗参与其中 与珍珠党一起反对以色列 而黎巴嫩的更大利益 要求他远离加沙战争 我感到遗憾的是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 贝鲁特和其他地方 开展军事行动 平民受害者人数继续增加 一种被证明可以延缓 阿尔兹海摩症进展的 开创性新药 将无法通过国民医疗服务 在英国上市 英国药品监管机构裁定 多纳尼丹康每年将为每位患者 带来数万英镑的费用 它超过了它的益处 此前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优化研究所 也对另一种阿尔兹海摩症药物 莱卡丹康做出了类似的裁决 英国阿尔兹海摩症研究中心的赫米茨说 关注这一病症的人士 对这两个决定都感到失望 当我们考虑到痴呆症 是英国人的主要死因时 我们必须从某处着手 重要的是英国要向产业界发出信号 英国是推出新药的好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 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下令时 早上的7点55分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 一奥元可以兑换0.664美元 4.727元人民币 5.160元港币 以及21.306元新台币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墨尔本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0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1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 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